屯門發生下人聽聞的風化案 一個25歲毛葉男懷疑七天之內連有兩個少女回家強姦 警方經追查後 星期四下午2時 在北角英王道五州大廈一家賓館將她拘捕 其後再將她押返賓館遭遇的單位搜證 同時檢獲懷疑涉案的衣物、背囊等等 據悉被捕的毛葉男是澤南一名 沉黎網上獵女,以前涉及多種性罪行、案底累累 部分受害人更加是女童 案情顯示本案首名18歲女受害人 經Facebook同意反結識 到今月10日仍邀導色摩和家人同住 位於屯門隆門居的單位相見 然後慘被強姦 18歲少女成功脫身後立即報警 但警方尚母調查搜證時 色摩的家人是原老點警員隱瞞她的行蹤 令她有機會再次犯案 到今月14日 色摩同樣透過網上結識另一個26歲少女 她應邀導疑藩家相見 然後慘被郵輪 今次她更加猖狂 竟然將受害人混在屋內三天 期間四度強姦少女 到17日 色摩更大膽度挾持少女下街吃飯 少女才有機會向餐廳職員求助逃離魔掌 色摩著草後藏身不割一間崩古五天 最後被警方拘捕 指她涉嫌與一宗強姦和非法禁錮案有關 並證追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 而她的父親也因五道警員被捕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